Saman Di Ka Vivian Chau Bassa I'm Jin Hua I'm Vivian 我是第一次 Vivian 我是第一次 我第一次來到泰國的感覺是 我覺得泰國是一個非常有熱情的地方 就是我們 像我們來到的第一天我們去夜市走 那其實沒有人知道我們在進行一些小拍攝 所以他們都很好奇 可是他們還是會很熱情的跟我們打招呼 然後跟我們介紹說 這個東西很好吃喔 這間店很好吃喔 所以我就覺得是一個蠻有人情味的地方 我上一次來曼谷應該是十多年前了 然後 所以對於曼谷的印象 有一點很快忘記了 但我之前有來清邁 所以對泰國一直都是非常好奇跟很有興趣的 但是這一次來曼谷就覺得 好多小時候想要吃的餐廳 我媽昨天還傳了一家餐廳說 這是你小時候吃的 你要不要去吃這樣 就是想念一下 但就是最近時間還沒有那麼多 但我覺得就是泰國一直都給我一個很溫暖很熱情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非常非常適合度假 對 是 我覺得蠻愉快的欸 因為我們 我覺得很難得的是 我們在劇中 我跟雲華還有秦佑 其實是一個好朋友 然後是一個搭檔小隊的團體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很難得的是 我們在戲裡的感情很好 但我們一直延續到現在 我們都是這個狀態 對就是我們有時候 大家放假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約出去走走晃晃這樣 我覺得我們就是 尤其是我們三個在劇裡面的打怪小隊 其實我們三個人私底下的性格也都蠻不一樣的 像我就是比較活潑比較大啦啦的 然後他就是比較慢熱比較害羞 然後謙佑比較屬於藝術家 artist 的性格 所以我們三個私底下湊在一起 就會覺得 欸好像三個頻率不是 不太像是會湊在一起的人 但是卻這個組合這麼合這樣 然後我覺得也跟我們戲裡面 打怪小組的三個人的性格也很像 就是三個都是截然不同的性格 但湊在一起卻有這麼棒的火花 意外的效果 對 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真的真的非常的活潑大方 就是他跟陌生的朋友 或是第一次見面的人 他是很直接的 然後很想了解你 很想跟你有一些交流 對 我覺得 嗯 還蠻 跟認識之後還蠻像的 就是他是一個很親切的人 他 講一點別的不一樣的 因為很多人問這一題 你 因為我知道他的年紀很輕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他會不會就是 很像小 就是很小孩子的性格 但是其實認識他之後發現他有一個老靈魂 就是他很喜歡一些 那些 那些 all school的音樂啊 或是他的想法上面其實也都 蠻成熟的 所以 這個應該是 我覺得第一印象跟後面蠻不一樣的地方 可以分享茶農 小茶 我跟小茶因為我們有一場戲是 我是警察 然後我在質問他一些事情 然後因為他很激動 因為他覺得他的過去的故事 會就是讓他很難過很傷心 他不想要再講下去的時候 他就原本戲裡面就是拍一個桌子 然後就離開 就兇完我就離開 但他那時候剛好一拍那個桌子 就是桌上有個杯子 然後就整個灑在我的身上 對 然後但是我們還是很敬意的兩個人 就做該做的反應 但是一咖的時候 那個小茶就立刻 換了一個表情 然後衝過來說 Are you ok? Are you ok?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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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我想講一下 我們另外一位朋友 在這裡 謙佑 對 他其實 他的個性其實也是 跟人家一開始比較有距離感 那他熟了之後他會很放開 那 現場其實很有趣的是 就是他有很多動作戲 就是他要摔得很慘 或者是他要跑步 要很瘋狂跑步那種 對 然後就很常會看到鏡頭前 就是他要跑步過去這樣 然後他就突然就消失不見 因為他跌倒了 我非常喜歡張國榮 就是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有 舞台魅力的演員 表演者 對 那我喜歡看他的電影 也喜歡聽他的歌 然後我自己的話 我其實 當然這是一個夢想啦 沒有想過的 但是我也很希望可以碰到 Michelle演員 楊子瓊 最近Oscar最佳女主角 對 因為我覺得他 不管是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都很欣賞他的作品 這樣 然後我們兩個其實昨天也有在討論 就是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也很希望可以跟泰國演員 我們都很喜歡就是 小查還有飾演的那個 模範神裡面的那個女主角 對 但因為是泰文 我們沒有發音 所以 對 就是 就是他 因為他最近有一個新電影叫 呃 跟飢餓廚房 有關 對 對 我很想要看 其實老實說 因為我第一部電影的時候 在2013年拍的 那時候我還是大學 才剛上大學 所以對我來講就是 好像覺得演戲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真的是拍完整部電影了之後 我才意識到就是自己有多麼喜歡演戲 那因為我覺得我喜歡的原因 是因為他其實可以透過戲劇 透過表演 其實可以 呃 體會很多不同的人生 那對我來講更重要的是 呃 其實在每一次詮釋一個角色的時候 你都可以去 理解更多這個世界上不同的面貌 然後跟他們的心靈層面 我覺得這個是 這個是 會讓自己更有愛可以散播給這個世界 因為多了很多的理解跟同理 我其實很晚耶 我從 我19歲的時候拍了第一部電影 然後 呃 那時候還 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我為什麼喜歡表演 為什麼喜歡演戲這件事情 我是一直到 呃 我的 第三部作品 那是第二部電影 的時候 就是拍《刻在你心裡的名字》 對 那一部作品的時候 在裡面發現其實 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說 那一個表演的熱忱是 呃 我無意間去找到一些 生活中的碎片 那那個碎片是 我自己沒有察覺 就是 我演完之後我會發現 欸我竟然有這樣的情緒 我竟然有這樣的情感 對 但我自己如果是 我是一個正常人 正常人 正常人 在上班的人 我可能不會去意識到 欸其實我有這樣的面貌 嗯 其實我有這樣的情感 對 所以我覺得 嗯 嗯 我還蠻想繼續 再多去開發一些 然後蠻想多去 嘗試 各種不一樣的角色 因為 我覺得我還沒有找到我 這個人 所有的面相 還有所有的可能性 對 那 我就是 也像雲花那樣子 我覺得 蠻多事情是我還沒有碰到的 那我想從表演當中 去找尋一些感覺 嗯 我覺得 他在表演上的魅力是 你會從他的眼神 很 因為他眼神就是會很專注在 他當下的那個情緒 所以其實 對我來講一個演員的眼神 真不真誠這件事情還蠻重要的 所以 如果你可以在他眼神裡面看到 呃 很真實的 很坦誠 面對自己的那個 那個眼神的話 其實我 對我來講就是一個 很有渲染力的表演 嗯 我覺得 雲花他是一個 很會說故事的人 就是我常 不管是私底下 還是在表演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感覺到 呃 他對於 這個故事 他是 好像 蠻在 蠻在其中的感覺 對 然後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 他在 分享 他一個故事的時候 我 在某一瞬間 我就有被他打動到 因為他把那個故事 形容得 嗯 他在講那個故事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 不一樣的他 對 就是 那一個不是 呃 他其實在表演的時候 會有一個 呃 掙扎 然後 那個掙扎是 我覺得非常好看的 東西 沒有特別規劃欸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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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說 對我來講 我覺得 呃 呃 呃 很多時候 就是 演員真的都在等一個 好劇本 呃 好劇本 跟適合的角色 那在這個故事當中 其實 我自己能做的 其實就是 多 充實自己吧 我覺得能 像是旅行也是一種 吸收養分的力量 然後或者是 學一個新的語言 這些 這些都是 對我來講 當你擁有 許多技能的時候 或是 你有更多的 養分的時候 其實你未來 你只要機會一來 其實你隨時都可以 把握住 對 所以好像 現在的我已經沒有 太規劃說 我一定要 到什麼目標 或是 一定要 賺多少錢 就是會覺得 很多事情 我順順的來 一步一步 他一定會是 會有最好的機會 我自己是蠻 也是蠻隨緣的 就是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接的一個角色 會跟自己 現在的狀態 或是 人生中 經歷過的事情 他會 有一些 命運上的安排 就是 湊巧 那個時候 我演到這個角色 然後就把它演得 很好 很生動 然後剛好 那時期的狀態 他也被 某個導演 或是 某個角色 找到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 是 真的需要一點點 緣分 一點點運氣 對 那我對於未來的 嗯 一些目標 其實 我就是想要開發一些 真的 我現在 甚至連我自己 都還沒有看到自己的部分 對 那 不管是 好的 壞的 甚至是壞的 對 有時候演到一個 反派的角色 其實 那也不錯 那 我覺得 其實 演完 演完這個角色之後 你自己會 有蠻多題目的 那 他會 造就 你下一部的 作品的方向 就是 那時候 可能那時候你才會看到 你到底要往那個方向去 看這部電影 其實 嗯 他表面上其實是一部 嗯 喜劇 看起來蠻輕鬆蠻可愛的 但他在每個單元裡面 其實要講的是 一個很 人性很 情感面的 東西 那 我相信 嗯 這部作品 除了好笑 除了好玩之外 他還可以讓你 嗯 感動 他還可以帶給你感動 然後 讓你更珍惜一些 人事物 欸 這部 這個要 我提醒一下 就是這部其實 他不是電影 他是一部劇集 對對對 我們剛剛不是 我們也被牽著走 還有 總共有12集 他是TV series 嗯 我們這部電影裡面的怪物 其實都是從人心衍生出來 轉化而成的 所以我覺得 大家一定 一定沒有看過 這樣子類型的 怪物 嗯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部 非常值得推薦給大家看的 而且是 很適合各個年齡層的 我覺得小朋友 他們一定會覺得 欸這好奇幻 很有趣的劇情 那我覺得大人看的時候 他們也會從 裡面的故事當中 得到很多的共鳴跟感動 所以 推薦給大家 沙瓦滴灣 送乾 我們還問他 沙瓦滴灣送乾 掰掰 掰掰 掰掰